高速公路是专供汽车高速行驶的公路 设计速度在80到120公里每小时 不仅缩短了行驶的里程 更节省了很多时间 在我国大多数高速公路中 一般都是双向四车道和六车道居多 而双向八车道的却不是很多 大家好我是彩音飘飘 我现在是在广西南宁的林立服务区 我站的这里是服务区的一条高架上 因为它这两边的服务区是可以互通的 前面这条就是国家高速72全南高速 据说这条就是广西最好道路最宽的一条高速公路 在特殊情况下的时候还可以直接降落飞机 现在就在大家来看一下这条高速 我们现在高空看到的这条就是全南高速 柳州到南宁段也称为柳南高速 是全南高速的一部分 它是广西开通较早的一条高速路 全程225公里 分为两段通车的 柳州至冰阳东段的136公里 是在1998年通车 1999年通车的是冰阳东到南宁的这一段 到现在都已经运行了20多年 柳南高速以前也是双向四车道水梨路面的高速路 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了路面 扩宽百改黑的工程 2019年的12月 全南高速柳南到南宁的这一段 全部扩建成为了双向八车道和百油路面 柳南高速双向八车道的设计 让高速路面是又宽又平 也被网友誉为战备级高速 因为连接了广西最大的两个城市 所以这条高速的车流量比较大 也是广西最繁忙的高速公路 现在看的话车流量不是很多 但是要是遇到节假日的话 这么宽的路面还是会有堵车的情况 这里就是林立服务区 整个服务区建设的还挺漂亮的 看看它这一边 还有肯德基呢 林立服务区距离南宁市区约38公里 整个服务区的面积还挺大的 占地总面积有194亩 大小车位是有近500个 服务区的建筑风格也很贴合广西的特色 里面干净明亮的 有超市小吃等等 曾几何时高速公路这个词已经不再新鲜 而高速公路的里程也越来越长 高速公路的通车条件比普通道路更加优越 从双向四车道到双向实车道 他们的建成通车不仅方便了出行 缩短了距离提高了生活水平 更是我国百年发展的见证 那five Goodnight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